好像沒那麼短命應該很長壽 可是為什麼那麼快就往生了 其實呢人生真的是無常的 當天時第一人和來的時候呢 或許你會覺得這個面相都有符合長壽的臉 但是呢我們還是抵不過無常 所以我還是建議大家一定要把握當下 想做什麼就盡早去做 然後立即去照顧你的家人孝順 我覺得這很重要 好 當然呢我們來介紹長壽相來講呢 我們當然這幾個特徵呢 其實呢待會我告訴大家 一定要配合一個關鍵的臉 就是我們的面相的部分 我們以八字學來講 長壽的八字就是它的五行中和流通 是 很少衝刻 最重要還有一個陰陽調和 是 那我們今天是用生效來講 生效來講的話呢 我們就要看那個 它的生效跟月份 生效跟月份 各位我先從第一個各位來先從舉例一下 但是呢我們先介紹幾個長壽的基本的特徵 第一個的話呢 長壽相呢就是 下巴要比較長一點點 而且呢也要眉毛長 然後也要下垂 像 這種就像南極仙翁啊 那一類的太上老君有沒有 它的眉毛比較長一點 那個叫瘦眉 如果當你的那個眉毛呢 可能就是越到中年過後才比較長長的話 代表什麼呢 宅心仁厚 因為其實呢 當宅心仁厚的人呢 他修到一種程度的時候 他會發現其實很多事情他不太去計較 所以呢 當你的心月寬的時候 你會發現其實你就比較不會有什麼憂鬱啊 或是現代文明病啊 在你身上出現 所以呢 這種眉毛呢比較長 然後也比較有點微微的下垂彎彎的 像這樣的人來講的話呢 他也就稱作百靈眉瘦這樣的一個格局 然後加上的話呢 他身體呢 也會比別人來得硬朗一點 然後抵抗力也相對好 但是呢 下巴一定要配合比較長一點點 因為下巴長呢 代表就是說 你這樣的人的耐力跟體力跟活力呢 也會比較好 所以相不單論啦 如果有這樣的眉毛 配合一個長長的下巴 那你算是一個有符合長瘦相的格局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有福氣 先天有福氣的話呢 就也可以逢胸化疾 那這個逢胸化疾呢 就是耳朵大耳垂飽滿 這是最基本的哦 那耳朵大呢 你不可以薄 你要厚 例如說有些人耳朵很大 可是要薄薄的不算 要厚厚的耳朵 這種輪廓都要很厚的 厚實一點 這要符折比較深厚 例如說有時候我們可能 人難免會遇到一些比較緊急的狀況 可是呢 這種耳朵比較大比較厚的呢 遇到緊急狀況的時候 可能旁邊就有貴人 可能幫你做CPR 可能幫你叫救護車等等的 讓你可能在黃金的三小時 或是在一個關鍵時刻 遇到貴人 你的命可能就救回來了 所以有時候我們人呢 在遇到狀況的時候 如果有個貴人來幫助你 這就是你的福德 你的福報 那也有人就是說 你這樣耳朵呢 比較大一點的話呢 其實你待會兒就說 年紀越大的時候 就是耳沖目眠 到那個時候 假設你本身 對於很多事情都看開了 然後死孫也很好 發展也很好 你就會發現 開始呢會去找自己的熱子 很多的老人家 他其實最怕什麼 到老年的時候 還在為子女瞎操心 然後自己放不下 所以你操心越多的時候 也影響你的健康 所以你會覺得 好像什麼三高啊 然後任何慢性病啊 都一直跟著你 然後人生又活得不快樂 所以這種耳朵大的呢 其實年紀越大呢 其實會越自己來轉念 然後會找自己很多 生活的圈子跟熱子呢 讓你自己越來越充實 然後健康身心靈都很富足 好 那第三個呢 以手相來看的話呢 健康的手也很重要 健康手怎麼看呢 第一個 手掌呢 要比較溫溫的 摸起來比較冰冷型的 因為手掌比較冰冷的話 體質也比較相對虛寒一點點 那如果你手掌是溫溫的 然後也有點紅潤的感覺的話 代表就是氣血的循環呢 也會比較通暢一點 以中醫的角度來看的話 那如果手掌溫溫呢 然後長也比較粉紅色的話 這樣的人來講的話呢 他的生活啊 或是他的健康呢 都是比較神采飛揚性的 就知道身心靈呢 狀況也都是比較安定的 健康的 所以看手掌呢 也可以看出這個人的健康的狀態 第四個呢 就是強壯的紋路 強壯的紋路呢 長怎樣呢 就是水心線呢 是由生命線向上延伸 好 生命線呢 是這一條 就是這個 小雞腿的這個側腕的部分 然後如果你的斜線呢 向上延伸的話呢 這叫水心線 這樣的人來講的話呢 其實呢 老當益壯 這種體力都很足夠 例如說呢 可能老了可能還會有 第二春的伴侶出現 因為他要發現他的體力 或者說呢 到年紀越長的時候 可能就會去做運動啊 可能以前比較穩心 到老的時候 可能變成一個運動健將也不一定 因為他到老的時候 體力呢是老當益壯 越來越好 哎呦 好 那這四款呢 其實我剛剛講的都是符合 長壽的面向 可是我剛剛講的 要配一個關鍵的部位 就是眼睛 眼睛呢 是靈魂之瘡 所以你看 如果有一個人呢 他的眼睛呢 眼神呢 長期都太過於溫柔 但是是沒有眼神的 因為眼睛看靈魂的狀態 如果一個人的眼睛不夠靈巧 不夠黑白分明 或是不夠有神的話 其實這樣的人的靈魂狀態 不是那麼好 其實他反而 如果遇到一些流年不對 無常來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他可能就很快就不在了 對 所以眼神是要被訓練的 要練他 要練習 尤其眼神呢 要黑白分明呢 然後眼睛 其實你看有一些年紀大的人 他的眼睛呢 他還是黑白分明 然後炯炯有神的人 他的靈魂狀態是很好的 而且呢 他的生命力也非常活躍的 所以他整個狀況 你是不用太擔心 可是當一個人的眼神呢 開始有一點好像 就像我們自己感冒的時候 眼神會比較左有沒有 然後有時候會比較累 那種感覺 代表說你的生命力的狀態 其實那時候是比較危險的 或是比較低下的 那這個時候 你就要必須要多休息 對 那眼睛的眼神 也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如果你最近眼神很累 然後有點患散 其實有時候 蛋要撇出 帶放大片 如果你的放大片戴上去 然後還是 還是那個感覺很累 那你就真的完蛋了 好 那如果說你今天眼神呢 最近拍照啊 你怎麼看都覺得 自己不對勁的時候 那我覺得 你應該要適度的休息 然後那時候 不要做太多危險激烈的運動 你就可以避開一些窄 什麼生效命格的人呢 比較長壽 為什麼 好 先講一下 我們以八字學來講 長壽的八字就是它的五行 綜合流通 是 很少衝刻 最重要還有一個陰陽調和 是 那我們今天是用生效來講 生效來講的話呢 我們就要看那個 它的生效跟月份 生效跟月份 各位我先從第一個各位 來先從舉例一下 是 第一項就是說 其實十二生效 我們知道任何生效都有長壽的 我們現在只是一個比較 是 比較長壽的 如果說第一個 如果是以老鼠跟牛來講 他們是六合的 剛好是一陰一陽 然後呢 他們要農曆十一月跟十二月生 就是這兩個生效 在這兩個月生的 因為這兩個月剛好也是六合 一個是六合月 一個是本命月 那麼想六合六合為什麼生效 月份是在六合的話呢 他就比較常說呢 因為六合是一種陰陽之合 就是天地 日月 陰陽之合 陰陽之合會有什麼現象 就剛好趙哥剛才提到的 第一項就是作息的正常 作息很規律 就是吃定時定量 早睡早起不會暴飲暴食 然後呢很注重養生 運動也有一定固定 我要做多少運動 這是第一項 就是六合的人 這陰陽之合的人 這現象 第一個是作息非常正常 第二剛好趙哥也提到 就是脾氣 脾氣的正常 生氣生氣 我不生氣 不跟人家爭 我能夠忍耐 要吵人家去吵 我不跟人家爭 不跟人家吵 這是第二項 六合 第三個六合就是他的生命力 熱愛生命 他永遠年輕 永遠心情要創新 命運好不好 我能夠接受的接受 不能接受 我克服他 也就是六合他有這三個現象 在一般來講 作息的正常 脾氣的正常 以及心情的正常 所以他能夠長壽 所以我現在列出來的 我把它唸下去 第一個是老鼠跟牛 就陰陽之合 六合 他的是要農曆十一月十二月生 再來第二組 老虎跟豬 他也是六合 那他要農曆一月和十月生的 是 再來第三項 兔跟狗也是六合 他要農曆二月跟九月生 龍跟雞下去 龍跟雞六合 然後是農曆三月八月生 下去 蛇跟猴子也是六合 要農曆四月跟七月生 最後馬跟羊是六合 他的月份也是一樣 農曆五月六月六合 那有這種現象的呢 我們可以強調是比較長壽 因為每個生肖的長壽都有 不能說哪個生肖就會有 哪個生肖就沒有 這是有登記在案 肯定長壽的 比較肯定的 對 就是這些給觀眾朋友做參考 趙大哥 你們家有長壽機 說您的父親今年高壽104歲 他都怎麼養生呢 他其實也沒什麼養生 我父親年輕時候還喝酒 他只是不抽菸而已 他什麼都吃 他不忌口的 但是他 我後來感覺到 他唯一的跟別人不一樣的 不簡單 你能夠一百年都這樣做的人 真不容易 我父親沒有翹過二郎腿 也不會搭在茶地上的 他永遠是這個直角的 是因為是軍人的關係嗎 可能 可是我看到的他就是這樣 沒有 北京堂 沒有 一定是這樣 但現在他是 我母親 因為十幾年前我母親去世的時候 他照顧了我母親八年 在床上 我媽的床上 所以他一定要我媽爸爸照顧他 十年前他也很大年紀 我媽走的時候九十 他照顧了他八年 而且一定要我父親親身照顧 所以他那個時候 一個八十多歲的人 還要戴著背帶 把我媽媽扛起來 去預食 所以父親說 而且他一定三餐定食定量 該睡的睡 該吃的吃 絕不容許改變 而且滑稽到什麼程度 年輕的時候在部隊 有事耽誤了 又耽誤了 他比如說十年中 到現在十點還沒吃早餐 他現在才有機會 他就吃早餐 十點中吃 把早餐的分量吃掉 兩個小時不到 十一點四十五就開飯了 他再吃中午的分量 一粒一米都不少 昨天打野外沒睡覺 早上回 中午回到家了 去睡 去睡 睡個午覺 現在睡的是 昨天沒有睡的覺 四點鐘起床 六點半我沒有吃晚飯 八點九點鐘他又上床 我說你現在睡得著 我現在睡今天的覺 那就是我父親 最重要一點 這一定要告訴大家 很重要的一點 除了剛剛說的定時定量 這個以外 坐姿以外 千萬別生氣 有氣讓別人生 想辦法讓別人生氣 你就不要生氣 不管是喜怒哀樂 你都是中庸的味道 不要大笑 也不要大悲 點到就好 不大笑 再高興也不大笑 不用張狂到你的情緒 那 我們全都笑翻了 他說有什麼好笑的 這就是我父親 這個健康養生一把照 我把它整理了 這種二高 二長 二大 二高 二長 二大 我們看一下到底是什麼 是指哪方面 我們從長相來 怎麼去觀察 好 先說二高 這二高不是你們剛才講的三高 是我人像的二高 人像哪二高呢 一個是額頭高 一個是鼻樑高 額頭就是眉毛以上 你用自己的手指量 三指或四指 五指都可以 長瘦的人 額頭都是很高的 額頭高表示說 他的遺傳好的之外 他懂得養生 懂得怎麼去 方法怎麼樣 而且他會身體力行 我一定要 他們講的要運動 要吃哪些東西 那些不要 頭腦頭腦嘛 他頭腦聰明 好棒 老師 我以為說是遺傳頭髮少 所以我們髮際線還是固定 髮際線還是固定 照你原來的髮際線去論的 就是他懂得這些姿勢 懂得剛剛我們這個營養師 所講的這些道理 這是額頭高 其實鼻樑高 鼻樑高 側面看這個鼻樑 鼻樑低下 我們在人像學裡面 這個鼻子 這個地方叫做急二宮 急二宮 所以你如果鼻樑高 都表示你身體健康之外 不容易生病 或者有病呢 也容易好 身體的抵抗力強 那最重要 最更重要的是 鼻樑都代表毅力 剛剛我們講很多 我們在這種養生方面 是要毅力的 譬如說你每天運動 維持一定的時間 移動的一定的那個分量 或者吃 什麼我就堅持能吃 什麼堅持不能吃 這是要長久的毅力 所以你鼻樑高 你懂得養生 懂得可以身體得到健康 好這是二高 好其實二長 二長是哪一個呢 第一個是眉毛長 第二個是人中長 眉毛長 眉毛在我們人像學 叫飽受觀 他代表精力旺盛 但跟你的壽命有關係 就是說眉毛 他代表這個恆心毅力之外 他能夠追求這方面的知識 直到往這方面去鑽 然後持之有痕 他當然就健康了 那至於人中長 人中長之外 我們民間俗語也有講不一定人像學 就人中生客 越長壽命越長 有這樣的一句話 就是你的人中看能長到多少 你就能夠活到多久 當然這個比例上人的臉 當然長短寬窄有所不同 基本上就是原則 你比較之下 你人中越長壽命越長 那人中又叫做壽庭 就是庭就是庭院的庭 就長壽的庭院 也就是說如果你人中長 長 那麼又是深刻的話 你身性非常樂觀 容易幫助人家 然後又代表你的水火系統 非常的健康 水火系統調和得非常的好 所以當然就是長壽了 好下面還在看到二大 二大是哪二大呢 一個是耳朵大 一個是準一大 先說耳朵大 你看在我們臉上 耳朵是在邊緣 他是保護保護我們 所以耳朵大的人突然本身腎臟好之外 那代表他會保護自己 他懂得疼惜自己 疼惜自己的生命 這是我的 我要好好的 我要去做那種危險的動作 危險的事情 我不要去做 我好好的 注意我的生命的健康 愛惜我自己 這保護自己 好那至於準一大 就是這個等下準一大 準一大是什麼 一定是肺活量大 這個是我們講 呼吸肺活量大 在那身體就好 那更重要的 他比較不會自暴自棄 有些人做到一半算了 放棄了 這麼辛苦 胖就胖了 或者說身體病就病了 不去管他不去理他 不會 鼻翼大的人他不會自暴自棄 他會努力的爭取自己的 自己的健康壽命 好那這幾項呢 二高二長二大 那給觀眾朋友做參考